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说法是很没有意识 那会就是诟解他了 嫌疑人意外失踪 妻子又不在场证明 尘封20年的命案 究竟藏着怎样的真相 夜幕下的真相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新州市五寨县 葛嘉瓦村村民李大娘 今年已经是82岁高龄了 到了这个年纪 那按理说应该是儿孙绕西安享晚年的时候 然而在过去的21年里 李大娘却说她是饱肠痛楚 那么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 李大娘经历了些什么呢 2000年5月15号深夜11点 武寨县葛嘉瓦村村民葛大爷正在熟睡 忽然听到屋外传来了一声呼救 深夜的呼救声瞬间惊醒了葛大爷 这声音离得很近 听起来并不像是恶作剧 那这深更半夜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此时外面虽然已经恢复了平静 但葛大爷却心神难安 想了片刻 葛大爷还是决定出去看看情况 而葛大爷出门没走多远 就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人 他当时是在哪里躺着的 他就在这个地方 在哪你给我指一指 他就在这个地方 大概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当时 他就就在这 我忘了他头位洗的两个 在这 我去救他就他躺着 当时救他两米的 平躺的 平躺的 熟不熟 不要放弃 放弃 那我这个我躺着的 夜晚的乡村黑得让人心慌 不过葛大爷还是凭借 微弱的手电亮光 认出了躺在地上的 这名年轻男子 正是村里的文生 我就是以为他 他最久来我不问他家 这平时看着老师芭蕉的文生 喝了酒之后呢 竟然还会玩恶作剧 此时的葛大爷 因为自己的美梦被吵醒 有些埋怨文生 急急忙忙地把文生 交给他的母亲和姐姐之后呢 就打算离开了 可是啊 接下来的余梦 却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吓坏了 这不过家的就是 我的舌上 我的舌上有血量 这被伤还叫肚伤 都有伤 都有伤 在一个袋 抄子 他不是把我借铁 把我拿手拿铁 抄子重大一个袋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文生被紧急送往医院 然而从村里到医院 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的山路 在场的人都很担心啊 文生伤成这个样子 他能不能挺得住呢 另一边 李大娘还躺在家里 一时半会儿呢 也缓不过神来 出了这么大的事 家里边也没有一个主事的人 邻居们看着呢 也心机如焚 考虑到事态严重 情况复杂 于是热心的村民 第一时间帮忙报了警 那么深夜时分 文生身受重伤 倒在自家门口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接警后 新州市武寨县公安局的民警 立即赶到了事发现场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 警方首先对现场进行了封锁 通过那个县场 看县我们发现在一家 那个县民的大门外 一小时好像是有片状的那种 喷射状的一处血迹 说明倒是这个少 少者是受少比较硬住的 基本是可以全人可能 是办法的第一县场 2000年 民警王海亮 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 当时他是武寨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技术中队的 一名普通民警 据王海亮回忆 当年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 他和同事一块到达了现场 虽然过去了多年 但是出于职业素养 他对自己参与勘察过的案发现场 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结合现场情况 警方分析 文生受伤倒地之前 曾和人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第一名上 由反过倒地以后 伤方发生反过这个 和企业相似 那么究竟是谁 会对文生下次狠手呢 此时的文生还在医院抢救 事发现场 也没有留下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凶手很可能趁着夜色 已经逃之夭夭 那么 接下来 警方能否顺利找到真凶 文生受伤的背后 又隐藏着 怎样的秘密呢 受害人抢救无效身亡 侦破 一时没了方向 一般的案件 一个是七个杀 一个是抽杀 这两只案件是最多的 村民眼中的他 为人和善 生前却有过 让人意外的举动 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和案件 有何关联 夜幕下的真相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为了争取时间 武寨警方 一方面连夜在村里 展开调查走访 试图寻找案件目击者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医院传来了文生的消息 去的鱼那个时候还有气量 停了这就是个半个小时 没气量 没气量 哎呀 你们叫我妈妈和我父亲 去的鱼吃个瘦 去的你活过个 活过个又活过来 文生的离世 对于李大娘一家来说 那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文生的姐姐告诉我们 他们家一共是姊妹六个 自从弟弟文生结婚之后 父母就一直跟这个二儿子 在一块生活 而其他姊妹当中呢 只有小妹妹在武寨县生活 偶尔能回来照顾父母 当年两位老人都已经年过六学 文生这一走 那不光丢下了年迈的父母 还扔下了妻子和两个年仅四五岁的孩子 这样的局面 用李大娘的话来说 那就是这个家就像天塌了一盘 为了尽快破案 案发第二天天一亮 武寨警方就立即对尸体进行了检验 明确死者身上一共六处刀伤 致命刀伤是内脏干破裂 腹枪内有四五百毫升的机器人 伤势非常严重 我们从这个刀伤分析来说 这个嫌疑人跟这个受害人 他是不是有很深的矛盾 一般的矮盾 确定侦破方向后 民警立即对受害人文生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发现他常年在村里务农 社会关系极其简单 结合这一情况 警方推测 嫌疑对象很可能就在本村 那么事发当晚 受害人文生去过哪里 接触过什么人 他又得罪过谁呢 当时我们通过家属 然后了解到 受害人跟这个村里的割牛伙计 割母 他俩白天去帮别人干活去了 干农活去了 给亲弟我看就扶他回来了 回来了 对 给亲弟就回来了 回了家以后没有吃饭 回来家里 人家这个酒收住这家家 人家叫他吃饭给来 他就吃饭 人家就叫他吃饭给来 那个人家 他回来的时候 给人家打了就把酒带来 受害人文生的姐姐说 案发当天 弟弟文生和他的合作伙伴葛某 一块给同村的一位村民干活 天一亮的时候就出门了 干到中午回家吃了口饭 然后又去干活了 一直到晚上七点之后 回家收拾了一番 然后再出门去参加饭局 也就是说 文生最后离家的时间 是在晚上八点多 那么八点多到十点多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文生在哪儿又发生了什么 对于这一点 民警也在第一时间 找到了雇佣受害人文生干活的 那个村民好师傅 而他也证实了文生姐姐的说法 特别犯 不是我那会那时候演出 我跟哈里学姐夫 反正就这个事 大只说就是一个短小时 这杂就 这世界杂就算不算了 好师傅向民警反映 案发当晚八点多到十点多 这个时间段 他确实邀请文生和村民葛某 来家里吃饭 期间格某先行离开 受害人文生又待了一会儿才离开 至于后来文生走后遭遇了什么 他就不清楚了 那么受害人文生 从好师傅家离开之后 去过哪里又见过什么人 调查清楚这一情况尤为关键 那么究竟是谁 在短短的七八分钟时间里 对受害人文生痛下杀手呢 他们之间又有着 怎样的恩怨呢 这个人的这个为人怎么样 和大家村里边的人相处怎么样 还希望 做得来说都相处是挺有恰恰 大家都没有这种没有没做说法 这可就奇怪了 受害人文生既没有仇教 也没有招惹过别人 那么为何会遭遇这样的祸事呢 正在这个时候 一路侦察民警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迹象 我们则查这些 他母亲继续了解情况的时候 这都一个非常可疑的迹数 受害人的媳妇也怎么有出现 警方了解到 在案发当晚 从村民发现受伤的文生 到将其送回家 之后又送往医院 整个过程中 文生的妻子始终没有现身 那么当时她在哪儿 又在干什么呢 儿媳妇是几点睡下的了 自己睡下的 应该还是六七八天就睡下来 妒忌好大 可能她听到了 但是没反应 没出来 反正那个时候我也找这点 也就跟我兄弟也没顾下怪她 李大娘记得 出事当晚 儿子文生是在八点多出的门 当时儿媳妇和两个孙子 都已经吃过晚饭了 大概也就是在儿子出门后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娘儿仨也就睡下了 没过多久 李大娘也熄灯睡觉了 而从那个时间 一直到十点多儿子出事 李大娘都没见过儿媳妇 和两个孙子 所以她也不清楚 在这个期间 这娘儿仨是不是一直都睡在屋里 这个情况 当下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是一个很大 但是她媳妇一直没有出现 我们考虑是不是 她媳妇有可能与案件有关系 调查到这儿 李大娘也回忆起了一个 奇怪的情况 受害人文生的姐姐向警方反映 弟弟和弟媳妇两个人 是惊人介绍认识的 婚后 他们一家对弟媳妇都很好 尤其是母亲李大娘 对待这个儿媳妇 甚至比女儿还要亲 要说弟媳妇会对弟弟下毒手 他们一家想都不敢想 我妈妈可晒了的 我妈妈也对我这个弟媳妇可好的 多后她睡得有黑子的不起了 女求的不起了 我妈妈都带走度假 多后个国里度饭的 弟媳妇那种也就会出事出来的 不习惯咱着的这个车呀 这个手牌呀 所以后吃的时候 后吃着大女 我妈妈就假装是个人 吃大女的草色去吃 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却是 案发当晚 从受害人文生离家后 一直到她出事的那两个小时时间里 是没有人见过她的妻子 那么在这段时间 她是不是一直都在家里睡觉呢 虽然李大娘一家都说 多年来 他们和文生的妻子相处得很好 但是在村民看来 案发前那两年 受害人文生和妻子的感情 似乎已经是大不如前了 那么受害人文生的死 究竟和她的妻子又没有关系呢 面对警方的怀疑 文生的妻子又会作何解释呢 她婚内出轨 不料被丈夫抓个正着 婆婆以为儿媳妇早已 回心转意 不承想竟有与昔日情人 共处一世 她苦苦逃亡二十载 却再也等不到与亲人相见 夜幕下的真相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民警向受害人文生的妻子 了解情况的时候 她声称 案发当晚 在丈夫离家后 她就哄两个孩子睡觉去了 期间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直到凌晨 婆婆去叫她 她才得知 丈夫遭遇意外的消息 而对于丈夫当晚究竟遭遇了什么 她就一概不知了 之后 武寨警方对案件重新进行了梳理 就在进一步调查走访时 村民们聊起的一个话题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怀疑 村民们都说 其实当年 海明和文生的妻子相好 早都不是秘密了 之后 民警再向受害人文生的姐姐 了解这一情况时得知 因为这件事 文生还和海明起过冲突 海明就断上我兄弟家了 他就是说的 不是就还 我就想就还爱你了 我爱你了我就要断你了 我就最后我这个弟媳妇就 还他就还两个就好上来 我兄弟弟里面到晚上都家 全习惯过来 人家就回来 哀害我弟媳妇睡了 我兄弟回来 做做他两回 我兄弟断出来 就拿上一朵皮他了 皮里扣着腿上就皮里扣着 文生的姐姐说 弟媳妇的背叛 并没有让文生彻底的灰心 为了挽回这段婚姻 弟弟和弟媳妇也是用心沟通 而为了达到效果 还曾经带着弟媳妇 回四川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目的就是为了 让弟媳妇和海明 他们两个都能够回头 彻底断了联系 可他万万没想到 在时隔一年之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母亲李大娘竟然对儿媳妇 再一次产生了怀疑 在那那那眉面那 习美面那包吹加好大妈家来 这个荷尤沪女队那个 给我购乱的 偷襲的那伙着 选择着我睡的 我家伯父我说他这个睡 台蒙世茸道就是黑名的 我说道路照高的队 殷哲就走起宿了 坐一回一回 走到哪儿的起宿队那儿 我就妈那都没有去 我妈那都没有去 要咋我翻回来自家 说这个媳妇 我说我会玩玩玩饿的 还不下草草人 警方了解到 李大娘提到的这件事情 就发生在文生出事当天 那么文生意外身亡 会不会和海民有牵连 而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情况 让民警觉得十分蹊跷 案发以后 我们到哥母民家接下调查 发现受害了受伤以后 哥母民大体晚上就没有回家 各家业者龙胞的回忆 警方分析 这个海民既有作案时间 也有作案动机 而他的莫名失踪 更加大了对他的怀疑 明确侦破方向之后 武寨警方对海民 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然而由于当年技术条件有限 案件始终没有进展 时间一晃过去了21年 李大娘一家 也在日夜期盼着 真相能够早日被解开 李大娘说 而媳妇对生活也没了信心 仅仅在家生活了三年 便带着大儿子改嫁了 年幼的二儿子 则留给李大娘老两口抚养 21年来 李大娘老两口 全靠大儿子和四个女儿帮衬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而海明失踪之后 他的家人也不好过 海明他老子 就要下他老子一个也是 那个过来也是 就要是 那就晓得了 海明这下也不知是哪个吧 十多年前 海明的父亲也过世了 直到临终前 他都没能再见儿子一年 成了一生的遗憾 而海明一日未找到 案件一日不破 压在办案民警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就一日落不了地 当时是觉得挺愧疚的 拿不住人 心里头也是一样 被他有包袱的样子 秉承现在我们这个命案逼迫 这么个想法 我们必须把它封了 21年来 武寨警方始终没有放弃 对案件的侦破 也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案件终于在今年取得了进展 2021年5月份 我们公安局通过这个前期的工作 发现21年命案逃犯 更不明在这个福古 宝德一带有这个活动的终极 我们当时也下了非常大的辛苦 从下午3点一直在那个现场 一直到那个会结束 差不多就是六七点左右 对 目前犯罪嫌疑人海明 已被检察院批捕 公安机关也已经提起公诉 等待他的将是公正的判决 犯罪嫌疑人海明说 这么多年来 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亲人 尤其是独自生活的父亲 他曾想 自己在有生之年 还能与亲人团圆 面对父亲过世的消息 他痛不欲生 等了21年 亲人离世的真相 终于水落石出 李大娘的心里五味杂陈 新州市五债县公安局副局长高兴旺说 命案必迫是公安民警的使命和责任所在 而我们也坚信 真相只会迟到 不会缺席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